更新的各位法师 各位大德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请先开经本 第四十三页 经文 从第三行 如佛金色身 妙相西圆满 意义大悲心 利益诸群品 淋语身正念 尽会 修饭情 先看这一段 这一首半祭诵 是说到极乐世界之后 所享受到的 殊胜 果报 当然 往生到极乐世界 果报 无量无量无别 殊胜无比 但是 哪些果报 是众生 最为关注的 在佛法修学上 最为重要的 这个 首先做重点介绍 所以 这里举的例子 就是当前的众生 最关注的 在佛法修学上 如佛金色身 在佛自己相好 尤其是 凡夫众生 对于自己的相貌 十分在意 我们有句话 叫给点面子 面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相 大家来给点面子 给点好面子 让自己的 相貌 展现出最美好的一面 这就叫 给点面子 每一个人 都希望自己相貌 越来越好 于是很多人 就想尽办法 让自己 这一张脸 尽可能的 往好的方面 去改变 相貌 天生下来 就好一点的 就感觉很有优势 走出来 那举止都不一样 自己感觉相貌 差一点的 会有些不好意思 这都显示出 众生对相好的在意 那么我们学习 那么我们学习佛法 也可以 满我们这个小小的心愿 就是让自己的相貌 越来越庄严 相好 看相的 这么说 相由心生 我们这个心 是相貌的根源 这个是宋朝 相由就这么讲 心者 冒之根 就是我们这个心呢 是相貌的根源 这也就是后来 看相常说的 相由心生 其实 在佛经里面 讲得更为透彻 心 是我们相貌的根源 因此 要想得到相好 庄严的果报 要从心上下功夫 改心 一般来说 一个人年轻时候的相貌 是过去生中 善恶业带来的 中年之后的相貌 是这一生 之前的善恶业 累积沉淀下来的 所以通过 学佛 修行 改变心态 我们往后的相貌 可以越来越好 有人说我等不及了 明天都等不及 可不可以让我现在就相好 也可以的 最简单了 开心一点 像一个 相貌 马上就不一样 这是最简单 最快速的 美容术 常生欢喜 人的相 让人见到 就喜悦 欢喜相 除此之外 这没有绝对标准 你说哪个相最好呢 没有绝对标准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 每一个时代 大众的审美标准 不一样 我们认为 皮肤白白的很好 脸圆圆的很漂亮 有些人就认为 皮肤 古铜色的 很有气质 脸长得 像瓜指一样 才是比较标准的 脸像 所以 从外表上去衡量 它没有绝对标准 但唯一不变的 就是欢喜相 人见人爱 谁呢 就是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 现的欢喜相 不问男女老少 不分国家 种族信仰 大家看到都很欢喜 欢喜嘛 大家都喜欢这个相 所以 我们现在 要学习的最简单的美容 技巧 就是 长生欢喜 笑面 迎人 他不会笑呢 不会笑就装个笑的样子 装一装 慢慢的就笑了 笑要练习的 每天 早晚对镜子 练习一下 老师洗脸 不要只顾洗脸 洗洗脸 对镜子 笑一下 晚上睡觉前 又去洗刷 笑一下 练习要做早晚课 练习久了 它就成为一种习惯 以后不知不觉 在生活当中 就会笑口常开 不过也有些朋友 怕笑多了 说脸上会长皱纹 不能笑啊 那就很苦了 那你要这张脸干嘛 心情要好 相貌至人就好看 好看 不是用外面的尺码去衡量的 是人的感受 这一点很重要 在佛经里面呢 告诉我们 要想得相好 从这几个方面去学习 头一个 要忍辱 什么意思呢 不要发脾气 发脾气 会毁容 这样说 更直接一点 常常发脾气的人 再好的脸 都会给他糟蹋掉 就是这样 一发脾气 再漂亮的脸 都让人看到可怕 不要发脾气 那这就要求我们在生活当中 对什么人 什么事 都要看开一点 都要包容一点 不要跟人斤斤计较 不要随便指责人 要学会 欣赏 赞美人 对人对事 不要学会挑毛病 要学会 找优点 看到别人 那张脸很好看 你不要去挑吃 有什么好看呢 眼睛还没有我漂亮呢 不要这样 哪怕眼睛没自己漂亮 鼻子比自己端正 你也要淡淡 欣赏 那自己的鼻子 就会跟他一样漂亮了 对别人做的事情 不要随意挑剔 也不要随意的去评论 要学会赞叹 有时候 我们会有一种 很苛求的心态 对身边 生活中 遇到的人和事 用放大镜去看 不是看优点 专门挑毛病 而为鸡蛋里面 挑骨头 这样挑挑挑 挑不久 就会发现自己脸上 开始长东西了 然后你挑来 就跑到自己这边了 你从他那边挑了 跑哪里去 跑到自己心上去 真是这样 要学会欣赏 学会赞叹 学会包容 那么自己 就变成一个 极美好之大成的人 向好 就是这么修来 所以头一个 忍辱 不称会 地藏经上这么说 若欲称会者 说 说什么呢 说是这个人 会得龙禅 阴阳 就是相貌 丑陋 这一种 很多人还不信 其实很简单 你发了脾气 自己拿镜子照一下 没工夫吗 你请人在旁边 用相机拍一下 照片冲出来看看 那就是自己 现前的过往 不要嫉妒人 看到别人 比我们好 生欢喜心 很重要 尤其是看到 比自己漂亮的人 要特别高兴 不高兴 也要装着高兴 我真的高兴 你要不高兴 相貌就越来越丑 为什么 你不希望看到好的相 你看到好的相 不高兴 道理很简单 你要看到 比自己长得好的 高兴得不得了 欢喜赞叹 过不了多久 他那个相 慢慢就移到自己 你要看到好的相 不高兴 自己的相就越来越丑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心 已经排斥相好了 我们认为 我们的相就最好了 不能有比我更好的 所以我们的相 只能越来越糟糕 别人比我们长得好 多好啊 长在自己脸上又看不到 长在别人脸上 多看几眼 所以想明白了 不嫉妒 相好是别人的福报 我也希望相好 我现在就开始迎接相好 绝不嫉妒 女孩子这一方面 要特别学会 用包容的心去面对 古迹啊 外星人我们不会嫉妒 嫦娥很漂亮 一般人也不会嫉妒 嫉妒谁呢 自己的姐姐妹妹朋友 自己身边的人 常常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人 比自己漂亮一点点 比有一点点不平衡 会有这样的一种 生活心态 这都是需要去修正的 进而 我们一念 诸佛菩萨 向好光明 佛菩萨名号 这是最省事的 修向好的途径 你看地藏经 一开始 因为大长者子 他去见佛 见到佛像好状言 他问佛 这么好的像 怎么得到 佛就告诉他 很简单的 学我 学我发愿 学我度众生 学我成佛道 你以后的像就跟我一样 学佛 念佛 所以常常念佛菩萨 人的像貌 也会慢慢的 向佛菩萨考不过 没事就向佛 就念佛 短时间看不出 久而久之 这个像貌 无形中就在改变 有佛菩萨的气质 慢慢流露出来 再说一点 在生活中 比较常常遇到的 最要命的 毁容的心态 就是抱怨 很要命 身边调查一下 周围有没有抱怨过人 从小到大到现在 有没有抱怨过啊 所以知道 肯定抱怨过 我们这张脸 你看生下来的时候 多可爱啊 给我们糟蹋成这个样子 怎么糟蹋呢 天天抱怨 糟蹋掉 小时候那个baby抱出来 大家都很喜欢 很可爱啊 现在把大家抱出来 谁喜欢 我们失去了 本有的那个灵光 那种天真 不要抱怨 人抱怨的时候 它会产生负面影响 直接的表现 就是相貌开始变了 愁眉苦脸 愤愤不平 遇到人牢骚满腹 好了 这是倒霉的开始 越抱怨 运气越不佳 所以学佛朋友 这一点 要听窒息了 在生活中 不管遇到什么事 千万不要抱怨 哪怕在别人看来 我很倒霉 这不是倒霉 这是什么 这是上天后爱我 给我一个 快速成就 消大业障的机会 求职不得 以感恩的心去面对 好了 别人眼中这个倒霉 很快就过去了 而自己呢 真的业障消 那么你在遇到生活中 类似的 这些不顺心 不如意的遭遇 以后就小差一点了 用包容的心 坦然面对 这个是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要特别留意的一点 我们的心力 直接影响 我们的向往 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而在极乐世界呢 向好庄严 五等轮 每个人都是这样 这是阿弥陀佛发跃 如佛金色身 谁如佛金色身 前面讲过了 众生闻死后 聚来我差中 就是聚来我差中的这些众生 都如佛金色身 大家跟佛一样 要不然怎么叫如佛呢 这显然是说众生 就是每一个到净土去的人 跟佛一样 身金色 金色 在这里 它是表法 我们不能一看到金色 就想到 像这个佛像贴满了金波 给周围贴金 喜欢吗 把周围脸上贴些金 明天走到街上 你看看 还什么感觉 这个金呢 是最好的意思 是永恒不变的意思 黄金 大家喜欢 通常 它代表永恒 所以 用金色 来形容像好 它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青春永住 极乐世界 每个人 不会老 无量兽 不会老 皮肤 永远不会起皱纹 化妆品 全灭 那个皮肤的色泽 超出我们的想象 经常举一个例子 阿弥陀佛 这一个寒毛孔 居然能够放 八万四千道光明 所以我们讲 光彩夺目 只要看到 这寒毛孔 放出来的 任何一道光 众生都会因此得度 妙不可言 妙相 西圆满 妙相 就是佛的相好 相 是比较明显的特征 比如我们讲 佛有三十二相 这三十二个特征 比较明显 就像佛 梅间有白好 这个相好 很明显 佛梅间这个地方的 相好 这是相 相是明显的特征 好呢 是威系的特征 伴随着相 而出现 合起来叫相好 这些相好 都是用种种福报 修集出来 相好是福报啊 一个人相貌那么好看 福报 福报开始想尽了 慢慢的相貌就变了 所以佛的相好 是圆满福报的象征 那么我们 现在是凡福 福报不仅不圆满 而且欠缺很多 到极乐世界之后 这是想阿弥陀佛的福 人人都跟福一样 单凭这一点 就超过普通修行人 很多打结 这个圆满的相好 要修多久呢 三期修福会 百节众相好 三大阿僧起节 修六度万行 来庄严佛果 要准备成佛 在成佛之前 福会都修得差不多了 还要专门用一百大节时间 去修相好 准备成佛了 好好化妆一下 用什么化妆呢 用福报 用一百节的时间 去修福 不容易啊 所以叫千佛庄严 为什么叫千佛庄严呢 三十二项 三十二种项 每一个项 要修一百条福报 三十二乘以一百 三千两百个 要这么多的福 那怎样才算一个福呢 把大千世界众生的病 全部都治好 假如这个世界 众生得了一种病 白内脏 眼睛有病 有个人有能力 把这些人的 白内脏的病 一时之间 全部治好 这才算一条福报 就是全心全意 为一切众生 做成一件事 这才叫一条福啊 修这样的福一百条 才庄严一个向好啊 要命啊 我们要修到什么时候啊 所以要这样修 修成佛 我们这辈子是没指望啊 阿弥陀佛 提供我们这个机缘 凡是念佛人 到极乐世界 这又往生 就在往生的当下 立刻 就是三十二种 大丈夫像 转了 就是这个念佛人 他就念几句佛 灵命忠实 佛来接引 如果能看到 你会发现 佛来接引 他在莲花上 他已经变了 老太婆 怎么变成一个 一个小伙子了呢 那是大丈夫像 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成就的 就是把福宝 分享给大家 众生在乎向好 佛把最圆满的向好 成就给周成 妙像 西元满 这样一来呢 大家就不用比了 我们现在生活中很多烦恼 其实都跟我们这个向好身份 有很大关系 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人 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很多时候也都会用相貌 去衡量 去筛选 就包括我们听闻佛法 听师父讲经 也是看这张脸来的 我们之前遇到一些同修啊 听经啊 他又自己选择标准 新加坡这地方 来讲经的法师多了 他怎么听啊 在门缝那边看一下 这师父五官是不是端正 看上去是不是喜欢 如果看得还顺眼 就进来听 看得不顺眼 扭头就走了 这相貌 能给人带来这样的影响 这正常的 大家也不用觉得 这很滑稽 你看阿难尊者跟佛出家 就是见佛的向好 被佛的向好射手 才出家 因此向好庄严 这是众生 都希望得到的果报 阿弥陀佛提供这个机缘 给大家 那么现前还没有往生 我们如果相貌 希望越来越好 自己心要好 心好 相会慢慢变好 心不好 纵然相貌很好 会每一框愈下 用什么化妆品 用什么样的整容技术 都没有办法 整容它都是暂时的 好比那个苹果树 你这个果树不结果实 你把别人树上的果实 摘下来 用绳子捆到自己树上 骗骗旁边的人 骗的是自己 现在很多年轻人 喜欢明星脸 然后就去整容 我的鼻子 要跟某某人一样 走外科手术 这只是暂时的 而且副作用很大 而从内心的这一种改变 这是没有副作用的 环保的 最重要的是免费呀 听说整容花钱不少啊 你说何苦来呢 整死人 存好心 这是最简单 最省事 而且最长久 有没有副作用的 美容方法 但得说清楚 什么叫好心呢 一般人说 我心已经很好了 所以得简单说一下 好心 不会恨人 不会嫉妒人 不会抱怨 这个心才叫好 他没有毒素 天天发牢骚 天天恨人 看到人就不高兴 这心开始 又毒了 那个毒就会慢慢慢慢 开始影响自己的想法 很重要 大家举一反三 凡是会让自己难受的 那些想法 全部都是不好的 要毫无犹豫 把他切除掉 不为别的 为了自己这张脸 也要这样做 看在自己的面子上 也要这样做 但是当前 我们要 追求向好的果报 不要到外面求 向内求 意义大悲心 利益诸群品 这就是内在 外面的向好果报 离不开内在的气质 佛菩萨 内在有一种 很深厚的气质 就是此地说的 大悲心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大家都那么喜欢 他不管现什么样的像 众生都喜欢 原因 就是他有大悲心 我们现在 学习佛法 就是从大悲心学习 人心怀慈悲 自然就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很多人也没什么感觉 没有苦难 心有慈悲 就没有苦难 因为慈悲 能救苦 救难 救哪些苦难呢 救自己心里面的那些苦难 什么叫慈悲呢 慈悲就是忽然 把自己忘掉 能想到身边的人 能想到身边小部分人 叫小慈悲 想更多的人 就叫忠慈悲了 想一切人 就叫大慈悲 慈是给予众生快乐 悲是拔除众生的痛苦 所以慈悲 就是菩萨内在的气质 大慈大悲 就是祝福如来 对待对待一切众生的心 这是祝福菩萨 摄受众生的无穷力量 到极乐世界去 你看在这里 阿弥陀佛告诉我们 向好庄严给大家 更进一步 引导大家 要以大悲心 利益诸群品 诸群品 就是讲 无量众生 群品是将众生归类 众生因为业力不同 所以果报不一样 现出来的身份就不同 有人 有动物 有恶鬼 有地狱 分出很多种类 就单单说人 也可以分出很多种类 无一例外 都以大悲心 给予利益 利益是一切众生之所需求 我们希望得利益 但是现在 佛教我们 把利益让给 诸群品 显示出 我们的慈悲 不行啊 让给他窝怎么办啊 那就少让一点吧 也可以 能让一点点就可以 就算有慈悲了 让给谁呢 先让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这是最应该让的 然后再让给自己 生命当中 帮助过的人 帮助过自己的人 这叫报恩 再然后 去利益跟自己 有缘的 每一个人 每一个众生 这个慈悲心 就逐渐逐渐扩大 慈悲心越大 人的烦恼越少 痛苦越少 人的痛苦 不是物质的匮乏 也不是生理的病痛 人最大的痛苦 就是缺乏慈悲心 说简单一点吧 没有体谅人的心 没有尊重人的心 没有爱护人的心 只想自己 那么点感受的心 就是痛苦的根源 美国心看 不论大人小孩 只要苦 他一定在想 自己那么点感受 就这么简单 如果他稍微想一想 还有比自己 更苦的人 他的苦 马上就将降低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边有一个人 他受了委屈 然后在那边哭 哇哇哭得要命 然后你去劝他 给他讲道理 他这个时候 什么都听不进去 我要讲啊 怎么办呢 你跑过去 就在他旁边 哭得比他更大声 然后把事情 说得比他更惨 他开始看你了 还有比我更倒霉的 然后再问你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哭得比我还响啊 他开始不苦了 什么缘故呢 因为他看到 有比他更苦的人 如果他又知道去关心他 照顾他 试图帮他 化解痛苦 他先前的苦就没了 这就叫救苦救难 慈悲能救苦救难 所以为什么 观世音符上 能够救一切众生苦难 就是因为观世音符上 是慈悲的化身 有人说了 我求了他 我苦难也没少啊 你没得到慈悲 如果得到慈悲了 升起 哪怕一点点慈悲了 苦难立刻减少 拜观音符上 不是拜那尊相而已 是借那尊相 把自己心中的慈悲 给拜出来 一念慈悲心生起 苦难当下消除 这就是观世音符上 救苦救难的原理 有求必应 一点都不加 问题是 我们很多时候 没有求 我头都磕了 在那边喊了 求的不是菩萨 求的不是观世音符萨 是啊 我看看是啊 旁边写着 南无观世音符萨 我们求的不是 菩萨的心 我们求的是 自私自利的心 怎么可能会得到 菩萨慈悲的救度 菩萨不是 不想就是没法救 对一个 烦恼深重 不愿意原谅别人的人 谁都没办法救他 所以众生的苦难 实际上都是冤枉的 不应该的 如果遭遇灾难了 也不应该苦难 遭遇苦难的人很多 我们看到古往往进来 很多大成就的人 世出世间 世间成就功名事业的 出世间成就修行道业的 很多都是在磨难中成就的 事后他都会回忆 磨难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经历 他不以为苦 所以同样遭遇灾难 遭遇折磨 并不是每一个在折磨中的人都会哭 有些人 在磨难中 他不忘记慈悲 虽然他的身体上可能受到一些摧残 他没有苦的感受 这就是 慈悲能救苦救难的根本 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力量 只有我们升起了慈悲心 才能体会到 言语是无法去表述的 所以一一大悲心 周围慈悲慈悲 也升起大悲心 就像阿弥陀佛对我们 无条件的分享他的福报 无条件的给我们救度一样 我们也试着 对一切有缘众生 稍稍慈悲一礼 试着吧 给自己一点面子吧 别让自己那么难过 从哪里开始下手呢 简单一点 原谅自己这辈子 最不肯原谅的人 回家想想哦 这辈子最不肯原谅的人 试着原谅一下 没关系 他也不知道 你就悄悄原谅他一下 真的哦 你原谅他 他也不知道 你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原谅他 反正他也不知道 第二天你会发现 哇 睡得珍惜啊 那就再多原谅一天 从这个地方开始 给自己松绑 我们现在所有痛苦的感受 都是这些想法造成的 所谓苦难 就是缺乏慈悲 所以佛以慈悲救度我们 就是把慈悲的能量 传递给我们 我们如果接收到了 把这个能量用起来 苦难在我们生活中 将会慢慢消失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意义大悲心 利益诸群品 离遇深正念 尽会修泛行 离遇 就是离开 欲望的追求 对一般人来讲 不容易 我们把标准降低 少欲 减少对欲望的追求 少欲知足 知足常乐 欲 是一个深渊 无底洞 欲这个字 大家写出来看 怎么写的 一个三谷的谷 一个欠缺的欠 什么意思 感觉少的东西 太多了 就像那个无底洞一样 不停地往里面放东西 永远 看不到底 放哪里去也不知道 所以欲望 不可能会满足 只有我们自己 人为的 往外面 退出来 有人说了 等我赚过多少钱 就满足了 不会的 当赚过了那么多钱之后 又发现 钱在贬值 我之前定的标准太低了 要往上提高十倍 欲望只会碰到 这个真相 佛早就为我们说明了 而古往今来的 这些例证 也都印证这些事情 因此要想过幸福的生活 要少欲知足 对修行人呢 少欲知足 这才是准备修行 这不算修行 这是准备 否则的话 根本谈不上修行 没时间修行 都在填补自己 那个欲望啊 深正念 这是得定 前面的礼遇 就是我们讲的 祭 持戒 持戒是什么意思啊 持戒就是叫我们 减少欲望 少欲知足 当欲望 能够在自己可控范围之内的时候 深正念 就慢慢出现了 什么意思 心开始定了 不再为外面五欲六成左右了 心慢慢定下来 敬会 则是开智慧了 心静 静到一定程度 智慧显现 智慧不是从外面学来的 智慧不是知识 书本上 所看到的 学到的是知识 智慧呢 不在书本上 也没有离开书本 它无形无形 无处无在 但是 我们想要 用一个固定的标准 去捕捉它 那是不可能的 它在哪里呢 清静心 自然而然 随缘出现 就是心静到一定程度 触静逢缘 智慧起作用 自己都不用想 遇到人 遇到事情 该讲什么话 该有什么方案 它自然会出来 不是想的 而且恰到好处 这是智慧 这不是知识 是我能够想象的 有智慧的人 不见得有知识 他可能书都没念过 就像六祖 慧能大师 读了很多书的人 不见得有智慧 就像一些高科技 犯罪分子 书量很多 知识量很丰富 在我们看来 他是这个社会的精英 但是他怎么可能会 做那样的事情呢 显然他没智慧 所以佛法讲的智慧 是内在 清净心的流 修泛行 泛是清净的意思 修泛行 就是过清净的生活 我们现在换个说法 在我们的生活中 减少一些污染的因素 让我们的生活相对的单纯 相对环保 这需要内外两种习惯去培养 内就是心理习惯 从现在开始 要清理垃圾 扫除这些毒素 这个别人帮不上忙啊 要自己清理啊 哪些垃圾呢 贪欲 称慧 于是傲慢 嫉妒 贪嗔痴慢疑 怀疑 选重点清理 要命的先清理 哪个要命呢 抱怨的想法 要命 就是称慧性 恨人的想法 不原谅人的想法 这个要率先清理 那个就是癌症的毒瘤 先化解 否则 命不久矣啊 活不久了 不是我说的 自己说的 气死我了 不是活不久了吗 老是不原谅人 老是发脾气 你不是常常挂在口头上 就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心想事成 有一天就气死了 真就这么气死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气死的人不少 所以诸位不要气死 无论如何不要气死 气死了是自己 活着的是别人 你以为我要气死他 他才不死的 自己死 所以我们这一种心理习惯 是最不明智的 你说不行 我就要报复他 报复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活得比他好 你早早气死了 别人 哇真好刺杀是报复 所以我们不能够 丧失理智 要把这些毒素 自我清理掉 不抱怨 不嫉妒 这是两个 当下要养成的习惯 心理习惯 外面呢 生活上要有规律 培养 欢喜付出的习惯 不管走到哪里 欢喜付出 主动付出 不求果报 把有求的心放一边 这个付出啊 才会越来越 才会越来越欢喜 而果报呢 才会越来越丰厚 这两种习惯养成 那我们的生活 就是修饭行 生活会越来越清净 越来越发喜 生活贫致 将会大幅度改变 这就是佛法修学 用在我们现前生活当中 再看下面经文 愿我智慧光 虎照 十方差 消除三构明 明记 重恶难 西蛇三土苦 灭诸 烦恼案 开比智慧眼 获得光明身 闭塞诸恶道 通达 善去门 先看这一段 愿我智慧光 虎照 十方差 这是阿弥陀佛 在阴地发愿 愿我的智慧光明 虎照 十方 一切差 这就是无量光 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 两个重要意思 前面无量寿 已经说过了 这里讲无量光 光明 代表智慧 光明本身 也客观存在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灯光 白天看到的太阳光 光明客观存在 弥陀光明 的的确确 普照 十方 一切差 人家说 那为什么我们还有夜晚啊 夜晚是我们的 没错 在佛境界中 没有夜晚 不但在佛境界中 没有 在心眼明亮的人 境界中 也没有夜晚 不要说其他人 天人 天人就 没有夜晚 所以天人 不用睡觉 我们很难想象 那我们现在的黑暗 哪里来的呢 人为制造的 我们的业力 在照来 就像 阳光一直在 我们眼睛 出了故障 别人说啊 天 这么亮 哪里亮 我什么都看不到 自己眼有故障 众生 自作障碍 不见佛光明 佛光 无时 无处 不在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换个说法 弥陀光明 无处 不在 我们所理解的 是一种像电灯一样 会发光的 这种现象 没有看到 佛光怎么没有 发一个光来造我呢 这种现象 我们暂时看不到 但事实上呢 佛在用另外一种方式 造我们 那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发光体 正在造我们啊 造我们的心 这部无量寿经 字字句句 都在放过 都在造我们的心 帮我们消除 三垢明 三垢 垢什么 污染 三种严重的污染 贪嗔痴 这就是我们的障碍啊 因为贪嗔痴 存在的缘故 不见佛光 这是真的 不但佛光不见 可能连太阳光都不见了 一个人 心里面有严重烦恼的时候 天气晴得好好的 他觉得要下雨了 他觉得阴云密布 那心情不好 所以这个垢 是我们当务之急 要去清理的 最严重的障碍 贪嗔痴 明就是黑暗 因为这三种严重的污染 障碍我们自己 这说清楚啊 是障碍我们自己 佛光实际上不受影响 佛光现在还在照我们 就像盲人 哪怕眼睛看不到 他在太阳底下 太阳在照他 看不到是他自己的障碍 佛光照众生正是如此 明记众恶难 明就是光明 以光明救济 重恶难 恶难就是种种灾难 我们讲三途八难 就不一一细说了 总而言之 众生以为不幸的这些遭遇 通通属于恶难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恶难呢 就是刚才说的 感觉自己不幸 总想自己不幸 所以就有了灾难 心态很重要啊 明记 什么意思啊 以光明 以智慧 来救济 众生的苦难 就是刚才说的 观世音菩萨 以大慈悲心 放大慈悲光 在救众生苦难 怎么救呢 启发这个众生 发慈悲心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个穷人 什么叫穷人呢 觉得自己很苦 衣食匮乏的人 我们可以用物质帮助他 让他变得富有 现在有这样的现象 某个地方穷 然后有善心人士 就给他提供物质帮助 送钱 送衣服 送生活的种种 必需品 送给他 以为这样改善了他的生活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又去看 他们又穷了 不但穷呢 而且呢 心里更不平衡 怎么个不平衡法呢 对那个捐钱的富翁 很恨 怎么会恨他呢 你那么多钱 才给我这么一点 他觉得不可理解 这是我前段时间遇到的 一个企业家 他就说他前几年 在一个贫困的地方 去任养了一些学生 很穷困的 任养了几年 他现在他不任养 说怎么回事 说我太害羞了 我现在帮他们 他们以为 我帮他们的不够 而且一点感恩心没有 而且以为我的钱多得不得了 应该给他们一半才对 我说那你可能也应该 调整一下 帮他们的方式 所以很多人说 这佛法要做慈善 什么叫慈善 佛法从来就没有忽略过慈善 佛法所讲的慈善 就是铭记众恶难 以智慧 启发众生 让众生 觉悟起来 而不是不断的 在物质上帮助而已 物质帮助是一种方便 必须的时候 一定会帮助 但同时呢 要以智慧启发他 让他认识到 他之所以这么苦 一定是自己出了问题 就像一个人生了病 好你来找医生 医生会给他看病 看病的同时会告诉他 你以后回去要注意保养 某些习惯要改 某些会造成你生病的那些 那些行为呀 你必须要调整 否则的话 我只能治你一时的病 我不能保证你永远不生病 这是负责任的医生 但是病人呢 可能不这么想 反正我生病就来找你就死了 我死了找你算账 谁让你是医生呢 至于生不生病 是我的事 我高兴就生 你说这不是心里有病吗 这种情况 哪里仅仅是给他吃药 能解决问题的 需要心里疏通 同样的 我们今天实际上 五十步对百步 大不了多少 我们不过比那个 没有衣服穿的人 多了几件衣服而已 比那个乞丐 多了个固定的饭碗而已 我们很多时候 也会感觉自己受苦 受难的话 事实上 我们应该调整 这一种苦难的心态 这就是佛法教我们的 调整我们苦难的心态 这是唯一能彻底解救苦难的 有效方法 就是我们要去帮助一个人 一个穷困的人 不仅在物质上提供帮助 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 在方法上 给他鼓励 给他支持 这样他才能彻底的离开穷困 这就叫冥记 不是糊里糊涂的救济 明明白白 以光明去救济 以智慧去掩讨 就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一样 如果这位企业家 在帮助这些学生的同时 提供给他们钱 同时教他们学会感恩 学会做事 出来打工 而不是直接拿钱给他 那么这些学生 可能在接受帮助的同时 心态也跟着改变 这不一样啊 所以很多人来拜佛 来求菩萨 拜完求完之后说 佛菩萨怎么没有给我东西啊 给你什么东西啊 当头一棒够不够啊 佛菩萨已经给我们说的够明白了 我们肯这样做 一切苦难都可以花钱 不肯这样做 佛菩萨就是给我们一个无价宝珠 我们会转手把它送给人 我们不知道它是无价宝珠 会把它浪费掉的 这个就是佛法 所强调的重心 教育为主 重在启发 重在引导 能够令众生 自我觉悟 这是佛法最伟大的慈善救济 这是很多人忽略的地方 欺舍三途苦 灭诸烦恼 欺舍三途苦 让任何一个众生 不要到三途去受苦 三途就是地狱恶鬼畜生 刀途火途血途 三途就是三种 生活状态 很痛苦的生活状态 走的这个路不好 地狱 一片火光 畜生 很少 不是被宰杀的 所以是一片血光 恶鬼呢 担惊受罢 总感觉到有人拿刀要杀他 所以叫刀途 叫山途 苦啊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痛苦的果报呢 当然是自己造成的 舍山途之果 如果阴还在的话 很难舍得彻底 所以这个西舍 舍山途之因 就是前面讲的三垢 西舍 贪嗔痴 三种恶因 山途之苦 就彻底射掉了 灭入烦恼案 诸烦恼案 一切烦恼 彻底消灭 一切烦恼 包括无名 见尸沉沙 无名 一切烦恼 化解 开笔 智慧眼 获得光明身 智慧眼 看到宇宙人生 真相 获得光明身 光明身 就是清净 圆满 圆满 报身 千百亿 化身 就成佛了 光明身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的果报 必色 弥色 诸恶道 通达 善去门 必色 就是 关闭 诸恶道 通常讲 三恶道 相对于 佛国来说 六道 九法界 都是 相对的恶道 不圆满满 所以这个标准就很高了 通达善去门 这个善去就是往生不退成佛 如果是在六道里面 人天是善道 但是轮回不可靠 人天靠不住 所以这个善去是直通佛果 往生不退成佛 这是阿弥陀佛以智慧光明 普照一切众生 引导一切众生 走向成佛的大道 光明起什么作用呢 就是引导众生 给众生照路 引导我们走成佛之道 为什么要无量光呢 因为众生无量无边 所以要以无量光明 给予见影 阿弥陀佛以光明接引众生 放一道光接一个众生 众生无量无边 光明无量无边 再看下面经文 贵众开法杖 广施功德宝 如佛无碍智 所行慈敏情 常作天人诗 得为三界雄 说法狮子吼 广度诸有情 圆满惜所愿 一切皆成佛 私愿若刻果 大千应感动 虚恐诸天神 当欲真妙化 这是剩下的接受接受 为众开法杖 广施功德宝 再一次 讲到布施 回到前面 大施主的身份 父为大施主 阿弥陀佛的身份 就是大施主 阿弥陀佛大施主 他布施什么给众生呢 为众开法杖 宝杖打开 里面 全是法 法是宝啊 方法是宝啊 别老盯着 黄金白银啊 你看现在 什么东西最值钱啊 软件 核心软件 是不是啊 专利 产品的专利 那些是什么 都是法呀 它能变出赎尽的钱啊 所以我们的实户啊 别是老天天就盯着那几块钱 法 才是宝 佛 把最好的宝杖 开闲给众生 为众 开法杖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众生 说法 让众生 认识到 本有自信的 宝贵 说简单一点 佛 为我们说明 我们有多重要 不要自我轻视 我们的自信 跟佛无二无别 这就是开法杖 让我们认识到 自己本有的宝藏 广师 功德宝 发钱啊 这就是广师 功德宝 到极乐世界 确确实实 无从无尽的 功德 财宝 我们都可以 享用到 但是在现行 我们感觉 很穷困 能不能现在 把保险箱 先打开 给我们用一用呢 可以的 回家就自己开 箱子你自己放着呢 不要问佛药啊 自己放着呢 为什么放呢 你自己知道 放在银行 哪个地方 这就是教我们 要广师 功德 这就是宝啊 我们现在自己 把自己的宝藏 打开 广修 从布师供养 才会发现 我们自己 有多么富有 这是真的 单纯从布师 这一种形式上来说 越布师 福报越大 越舍 得到的越多 我放心呢 可以慢慢去试 反正这个是自己的事情 自己去试 慢慢试 捡一块钱 两块钱 这样一点一点 舍 财布师 法布师 无尾布师 一切布师 生活当中 养成布师的习惯 舍财 舍能力 舍爱心 你会慢慢发现 在自己的生活中 有越来越多的好机会 出现 越舍不得 机会越少 人家自己一样 把自己的宝藏 紧紧的守住 不肯打开吗 守着宝藏的门 可能会饿死掉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穷子的病 所以 我们要养成 广修布师的习惯 佛 广开法杖 使无尽功德宝 给众生 众生 实际上 就是接受这一种 怨行 将自己的宝藏打开 将会受用 无穷无尽 如佛无碍制 所行 此免行 佛 具足无一切种制 无碍制 没有障碍 对宇宙 对宇宙人生真相 通达无碍 这就是我们说的智慧 如来智慧 所行 慈敏行 慈悲 佛的行识 就是大慈大悲 我们称 我们称 南无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佛的慈悲 表现在哪里 前前后后 都是慈悲的表现 常作天人师 得为三界雄 这是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 佛 常作天人师 以老师的身份 出现在众生当中 老师做什么事 就是上课 传道授业解惑 为众生说明 离苦得乐的方法 启发众生 觉悟 引导众生 出离苦海 这是老师的本分之意 所以佛 不是神 我们现在 大部分都知道 佛是导师 不是神 民间还有很多 大众 至今都还以为 佛 是神 神是很厉害的 缺什么就问他要 不给就烧高香 再不给再烧高一点 这个就是民间大众的习惯 佛不是神 就是真的神 他也没那个能力 给人东西 这一点 这一点要说清楚 佛 是老师 为我们说明 生活的真相 因此我们学习佛法 不要迷信 要明明白白 要学习呀 不是说我 我信仰佛教了 信了就算 我这个学佛的事情 完成了 佛法不仅仅是一种信仰 它是一种生活的方法 智慧的方法 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 勇猛精进 精益求精 老师天天上课 实际上以前 佛在世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就是一天到晚 讲经说法 走到哪里 讲到哪里 不分时间 只要众生需要 随机为众生说法 怎么说法呢 大众有疑问 来请教 佛 随机跟 这个人讲解 记录下来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经典 就是法 就是方法 没有限定世界 那传到后世啊 多半时间 历代祖师大德 也是在做 讲经说法 启发众生的工作 但是近代以来呀 这个事情被淡忘 被轻视了 或许 众生觉得听太麻烦了 咱们直接做点事情 我不要听 反正我缺什么 你都帮我完成就可以了 所以近代以来 讲经说法 少了 法会多了 大家喜欢法会 你看 有法会的时候 不管什么法会 人满为患啊 鬼就更不用说了 来的都是 签合同的 两份合同 红合同 黄合同 红的合同 就是活着的人 要平安 黄的合同 就是死的人 别来找我麻烦 生死两相安 要多少钱 我给你就死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 大众喜欢的 所以才会被外人 称为迷信 那不能怪 社会大头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原本的佛法 是要学习的 佛天天上课 学生 天天学习 这样才会不断觉悟 对事实真相才会越来越明了 所以常做天人诗 常是什么呢 一直是这样 没改过 所以我们在这一品经文中看到 佛两个身份自己说的 一个是大施主 施主就是献身说法 天人诗呢 就是讲解 讲解给大家听 不信呢 做给大家看 佛什么都舍 所以成佛 舍了不会失去 反而将本有圆满的 一切果报 更早的开显出来 要不然怎么叫成佛呢 得为三界雄 三界 欲界 四界 无色界 雄 就是我们看到大雄宝地 雄是什么意思 一般人不能做到的 他能做到 英雄任务 经常说 完成世间的一般事情 一般人看来很厉害了 比如将军冲锋陷阵 杀敌无数英雄 佛说这个不难 降伏整个世界的众生 都不难 威力可以做到 但是要想降伏内心的烦恼 这需要点真功夫 佛陀 佛陀就是降伏内在的烦恼 所以 三界称雄 三界众生 做不到 这个雄是赞叹 说法 狮子吼 广度 诸有情 这是佛的事业 天人诗啊 做什么事情呢 讲经说法呀 讲经说法 就是跟大家讲明 宇宙人生的真相 怎么过生活更快乐 怎么吃饭更香 怎么睡觉更安心 怎么赚钱更多 这就是佛法给我们讲的真相啊 不用那么玄乎啊 佛法在哪里呀 就是穿衣吃饭 衣食住行 天天离不开 这就是佛法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们没有了解佛法 不觉悟 穿衣服不漂亮 怎么穿都觉得不漂亮 吃饭怎么吃都不香 睡觉怎么睡都睡不着 赚钱 怎么赚都不安心 这就不觉悟啊 你说这怎么有幸福可言呢 佛法就是教我们 在当下感受生活的幸福和快乐 从当下开始 这就叫说法 拿着经本叫说法 放下经本也叫说法 随时随处都在说法 狮子吼 比喻 说法 有威力 狮子 是寿终之王 狮子一吼 百寿 敬畏 比喻 正觉的声音 说传递之处 众生一下醒过来 原来可以这样过生活的 原来我可以很快乐的 我一直那么苦 其实是冤枉的 这叫广度周又卿 度过来了 周卿 行了没有啊 这叫狮子吼 狮子吼 是赞叹佛说法 佛说法叫大狮子吼 菩萨说法叫小狮子吼 我们呢 学着好 还好不好 学一点 跟大家分享一点 广度谈不上 但是很欢喜 跟一切大众 分享佛法的喜悦 这个广 是新量广大 不排斥 欢迎一切有缘 共同分享 学佛的喜悦 所以学佛同修 心量要大 欢喜 跟一切人 没有缘子 圆满 悉所悦 一切皆成佛 我这个愿圆满 就是帮一切众生成佛 今天我们也发这个愿 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 这就是我们的愿 这是阿弥陀佛 所发的大愿 私愿若刻果 大千应感动 私愿前面所发的 四十八月 愿愿 一定能够兑现 刻果决定 圆满结果 果然如此 大千应感动 那么大千世界 应当为之震动 虚空诸天神 当于真妙化 虚空 诸天护法善神 应当现身作证 天与妙化 供养 这是 请 虚空诸天 作证明 请大千世界 来印证 后面呢 这是当时的感应 请看经文 佛告阿难 法藏比丘 说辞送以 应识 虎地 六种震动 天与妙化 以善其上 自然音乐 空中占言 决定必成 无上正觉 这一段 说明感应 不可思议 佛告阿难 是尊 转述当时法会的情景 法藏比丘 说辞送 前面几种 刚说完 应识 就像我们喊一个人 马上就有回应一样 佛地 六种震动 这个六种震动 经常都有讲 三种是行动 三种是声动 三种声音 就像打雷一样 三种是地形的变化 但这里更重要的表发 是人心的震动 大家想想吧 假如 假如而已 我说了不算了 假如新加坡领袖宣布 明天国库的钱全部发给大家 你看今天晚上新加坡会不会震动 就这个意思 要做大施主 我说了不算了 这就是震动 人心的震动 在法界之中 有一位大施主 他广开法杖 布施给一切众生 这个消息传出去 那还得了啊 这就是菩提六种震动 天月妙花 以善其场 很简单啊 果然刚才说的这消息是真的 你看晚上新加坡民众 会不会到街上 宰歌宰舞到处散花 表示自己的喜悦心情啊 这就很好理解了 表示什么 花代表音 以善其善 表示这个花 一定有果 花好 果一定好 自然今月 空中占年 自然 就是信德之所流露 不是人为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月 是一切众生 自然而然所需要的 自信 所显现 大众 所欢喜 这样做 决定必成 无上 正决 这 业余 双冠 首先 法藏 比丘 发这个月 决定必成 无上 正决 一定能成佛 能成佛 就是这个月 一定能兑建 另外一个意思 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众生 也是决定必成 无上 正决 人人 有份 不是说 国股 打开 往生 不退 成佛 听到这个消息的众生 人人 有份 新加坡 说的不算 极乐世界呢 阿弥陀佛 说的算 广开 法藏 布施 给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只要遇到这个机缘 决定发财 决定往生 不退重复 这叫必成正决 这一篇经文 看起来简单 实际上 内容很丰富 所以这三天时间 我们简单过一遍 讲的不算详细 只是联系我们当前的生活 正在落实 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 能够发慈悲心 多体谅 不抱怨 用喜悦的心 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用正决的态度 面对我们全部的人生 一直到永远 希望大家都能过幸福 快乐的生活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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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